早上的10点11分 欢迎回到飞碟联播网生活同乐会 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我们这一阶段的来宾 在刚刚已经担任了我们飞碟随堂考的 主考官是许浩怡 许老师 哈喽大家好 许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公布答案了 因为刚刚已经有人call in进来了 所以护手霜已经送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题目是 吕强的最新专辑名称是什么 答案是Dear Myself Dear Myself 这很重要 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亲爱的我自己 对 但是我自己是谁其实又很难 对啊 这跟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东西 有点关系 没错 我们这个阶段男女大不同 其实我真的觉得男生跟女生 其实是来自不同的星球 对 以前有一本书 好像就在讲这个吗 两个来自金星 金星跟火星 对 那尤其是除了说自己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 不管你是交男朋友啦 或是嫁老公啊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然后你都不知道 然后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结果你会有那样的反应 对 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女生 男生也这样讲 那再加上自己生了小孩之后 因为我的老大是女儿 我老大12岁 然后前几年又生一个小的 小的生出来是3岁 现在3岁 然后是儿子 9岁 对 然后我儿子生出来 就脱离那个可爱的婴儿期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天哪 所有的 儿子跟女儿真的是不同星球来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妈妈爸爸会说 小孩没有很难带啊 小孩怎么会难带呢 你们生的一定都是女儿 我以前也觉得小孩 还有的女儿也很皮耶 可是我不知道 还是因为我女儿很乖 应该是两个小孩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皮一个乖 对你就觉得很抓狂 因为我们家也是男生好皮喔 男生皮对不对 对 男生真的很皮 激动哥 我们都叫他激动哥 对 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女儿小时候 都没有这种事情 然后儿子都会有这种 很奇怪的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更加确定 男生女生是来自于 不同的星球 没错 对 所以那我们今天要聊的 其实因为快过年了嘛 今天明天 很实用耶 对礼拜六就要过年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过年放越多天 媳妇们越累 媳妇吗 是媳妇吗 是媳妇吗 真的是媳妇吗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刚之前 就有稍微聊了一下嘛 现在有一些 当然传统 我觉得媳妇 是真的蛮累的 像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其实都非常期待过年嘛 我想有很多的朋友 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记忆 小时候一过年的时候 真的就是 哇 所有的亲戚都会回来 然后从来这辈子 没看到这么多人 那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热闹 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 只有那个时候才有玩伴可以玩 可是你就看着 这么多人回来吃饭 那我妈妈她刚好是跟阿嬷煮 就看到她忙进忙出 然后从打扫 然后煮东西才买 记煮 都她一个人 她跟 就是她帮着阿嬷弄 对 还有其他的媳妇吗 其他的媳妇就是 吃饭的时候就会回来了 为什么 那为什么啦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我就觉得她很忙 我觉得我妈可能是个很客气的人 所以大概就是 如果人家是来自己家里面 她也不会让人家来帮忙 她就很客气说 那你们去做就好了 因为你们是跟阿嬷住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对 好像如果跟阿嬷住的那个 媳妇就特别累 对 特别忙这样子 对 那其他媳妇是可能一年回来一次 对不对 我自己的印象是 因为我妈妈 我觉得我妈妈命真的蛮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没有婆婆 就是我父亲 我的奶奶很早 在我父亲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就过世了 所以我爸爸就是一个人一直在台湾 因为他们是从 以前是从大陆过来 我爸爸就一个人从 17岁18岁就一个人在台湾 后来他到台北念书 就一直在台北工作等等 后来跟我妈妈结婚 所以我爸爸他没有兄弟姐妹 那也没有 所以我 然后父母亲也都不在 所以我妈妈是属于一个 没有公公婆婆 也没有那些什么 小姑 那些 我真的觉得我妈她的命很好 刚才这样讲的有点奇怪 是过年很单纯的 但是我妈妈那边的兄弟姐妹非常多 我妈妈有十个兄弟姐妹 跟我爸一样 对 十个兄弟姐妹 所以 十个其实蛮可怕的 里面有七个是兄弟 只有三个是女儿 所以到过年的除夕那天 我们是 我们以前除夕好像就会 回外婆家 为什么 我们照理说除夕应该不是回外婆家 但是因为我爸爸那边没有父母亲 所以干脆就全部一起 所以我们就干脆一起全部都回 那你们要留水系吧 很多人好可怕 小孩都是蹲在地上吃饭 因为桌上光是坐大人就坐不完了 因为你看七个兄弟 加上太太 再如果一家平均都四口的话 对 所以就是非常多人 所以在除夕那一天 我妈妈回去 我妈就是女儿 对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这些 媳妇在忙 最累的那一位 还是就是跟我外婆住在一起的那一位 那一位她就是真的从早忙到晚 其他媳妇就会帮忙 我们其实也都会 我妈妈也会 去帮忙洗菜干嘛的 但你说前几天的准备什么的 一定都是 就是跟外婆住的这一位 舅妈一起在弄 然后每次看到她们都觉得好辛苦 因为她要准备好多东西 真的 所以媳妇都很怕过年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男女大不同 那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说 其实过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状态 会被引发 就是我们小时候 像我一直看着我妈妈在忙 然后我爸就在旁边 就觉得还没事做 就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这样 我老公我也都觉得 然后看电视 或者是什么 以前还没有手机 现在的话就是在旁边滑手机 可是像我身为一个女生 我觉得我们就会对 我们在家里面看到的性别角色 她们过年的时候在干嘛 它就影响我 日后成年以后 我变成一个成年人 我是一个成年女性 那我就会想象 我的过年要怎么过 比如说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就从小告诉我自己说 我绝对不要长大像我妈那样吗 真的 真的 就是好好的过年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过得很爽 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其实是从小就立志 过年的时候不要这样 那所以长大的时候 我就反而就跟我妈是变得很不一样 但是心里面总觉得 好像有一种感受是 其实还蛮怀念那种 传统可以跟家人一起合力 去办年或过年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 你自己小时候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长大 会对你在碰到同样情况的状况之下 会有一些影响 对 那其实说真的 我又忍不住分享一下 以前我在新闻台的时候 我很喜欢跟大家讲的例子 就是过年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们是不是一般的上班族 一般上班族的话 大概就是比如说上到明天 就休假了 对不对 可是其实有很多行业是没有办法休假 在过年期间也是必须要排休的 像是警察就不行 对不对 那有很多工作 服务业 服务业也不行 要排休 辛苦了 对那新闻也是 因为新闻工作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是live播出 你说像我们节目 我们可以预录 对不对 在过年时候我们可以预录播出 可是新闻是不可以的 新闻你一定每天都有最新的消息 过年也要 我们过年也要 所以我们过年是 我们一年365天 每天都一定要有人上班 那你说那个新闻 就是时段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今天如果要播16个小时的live的新闻 我就是要有排这个 至少三到四位主播去share 这个16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 以前我们大概过年 那同样不是只有主播 所有的编辑台记者也都一样 要有人出去跑新闻 那编辑台要有编辑 下标 排新闻 run down等等 所以我们以前过年的假 我们都是用初二来做区分 也就是在有一批人会分两批 前后两批 因为像今年是有九天的假 那不管你是有几天的假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初二来区分 就是有第一批 修第一批的人 就是从除夕前就开始修 然后除夕初一都修到 然后另外一批人 就是从初二开始修 修初二 初三 初四跟后面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大家在勾选嫁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 非常明显的状况 就是只要是女性的同事 假设她是已经结婚了 她们都会拼命去抢除夕那个班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上第一 去当好累的媳妇就对了 第一班都一定要上班 你知道吗 都要上班 那以前那时候我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好奇怪 因为我常会被要求除夕要播新闻 然后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回去陪我爸爸妈妈吃饭 好可怜 我爸妈好可怜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 这些姐妹们 同事们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在抢除夕上班 然后除夕那天 大家的心情看起来都特别好 然后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除夕不能回家 你们不觉得很难过吗 她说不会啊 她说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发现 真的就是结了婚的女性的同事们 大家都想要修第二批 就是初二开始修 这样除夕呢 她们就可以就是很有理由 理所当然的 我可以不用回去帮忙准备 那甚至我要回南部的 她也没办法回去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呢 那另外一批人呢 那但是等到初二呢 她就可以开始开开心心的回娘家 所以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照理说 其实应该过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嘛 其实不是 有些人过年其实是不开心的 所以你有碰过像这样子的人跟你抱怨吗 多了好不好 现在尤其是 以前是已婚的回去很忙 现在未婚的回去要被问 所以每次到过年 大家有没有就发现 就开始有那个懒人包 教你怎么去应对那个亲戚的回应 我天天听到一个艺人说 他回去那个南部 那他们南部就是那些亲戚都长得很像 那他其实都认不出来谁是谁 可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会被考说 就会突然一个长辈就出来说 你说我像 为什么要这样 好可怕 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如果答不出来就很尴尬 那他说你我三千步啦 没你我更忘了 这是一个过年的一个机制大考验这样子 所以要带着一种很紧张的心情回去 那个就是飞碟随堂考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 其实年夜饭除了像刚刚讲的 就是你在像你妈妈在开始之前就要忙里忙外 打扫 然后要传这些好料这样子 而且年夜饭也吃力不讨好 其实像有一些人说在家里吃很累 你要准备 那现在很多人都去外面吃 可是去外面吃好像也不见得 就可以轻轻松松对不对 对 而且还要去看那个什么菜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蛮累的 有像我们最近都是这两年就是 尽量都在外面吃 可是在外面吃其实也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在外面除夕的时候 不管是去饭店或餐厅 他们不太可能让你点餐嘛 一定都是最好的菜 他已经准备好的 对你当初要去预定 可能一两个月前预定期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你 我们年夜的菜单会是怎么样 你不能选 而且他为了要翻桌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翻桌率要快 所以他这些都是先准备好的 我记得我们前几年第一次 就是大家去外面吃年夜饭 我们挑的还是一间 我们平常吃都觉得很好吃的餐厅 去订了 然后到那天 去了现场才发现 排的满满的 然后大家都挤来挤去 就是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 百货公司中年轻的 对那种一桌一桌排 然后每一桌上来菜都一样 然后很赶 因为他要赶饭桌 现在要限时嘛 对对限时 然后那些鸡汤可能真的都是煮好的 然后加热这样子 然后吃完之后啊 就那天的菜真的大概滋味 没有平常的三分之一 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然后吃完那天晚上啊 就吃完那天饭之后 因为他们要赶 我们是订比如说六点那一 然后吃到七点半就要走了 然后七点半就很早就走了 然后就把爸爸妈妈们送回家之后 我跟我老公就在路边吵架 我老公就跟我翻脸了 就说明年我们还是要在家里面除夕围炉 我就说可是我真的好忙 我没有时间准备这么多菜怎么办 他就说你看看 订年菜啊 对啊 所以我今年才开始要订年菜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年菜真的功德无量 因为我老公就说就很难吃 然后吃了不开心什么 后来我们就除夕夜 又过年的气氛 真的除夕夜又在我们家旁边的公园 两个就炒开来了 你知道 就是家人 就是爸爸妈妈小孩通通送回去之后 我们两个就在公园旁边大炒 然后炒完之后就真的很美送 然后隔年呢 我们就决定 我就决定不要再找这种中菜的围炉的餐厅 因为它一定是都是现成的 然后都不能让你订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个 我找了一个涮涮锅 涮涮锅的话 它其实就是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对 结果吃完之后 我老公呢 这一次吃的口味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老公对于安排有问题 因为涮涮锅都是做长桌 有没有 我老公说 这样没有办法圆的讲话 这没有圆满的感觉 就是除夕要做圆桌 要围炉 我真的头很大 你知道 所以今年我们用年菜来解决 对 所以就在讲 就是说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包括刚刚老师讲到的 就是各种问候啊 亲戚的关心等等 还有例行调查 另外还有一个很麻烦 就是过年的红包要怎么包 也是个大学问 对不对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讲一下 过年的红包 包起来 基本上跟我们要去工作 谈薪水一样困难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关注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你可以在APP上写一下 你自己觉得过年 哪里困难 哪里困扰 不是只有女生而已 男生可能也有些人觉得很困扰 我们要让男生平反一下 一直都在讲说女生很辛苦 男生其实也很困扰 因为如果说婆媳之间相处的不好 男生其实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 所以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觉得过年对你来说 会不会真的有时候觉得很烦 或是很痛苦 或是有哪些事情 是你觉得最难解决的 我们都欢迎你可以留言 不管在我们的APP上留言 或是在我们生活同乐会 目前正在直播的 粉丝专页上面的直播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也欢迎你可以写上来 我们的许浩宜心理治疗师 现在就在现场为大家来解惑 等下回来 10点30分回到男女大不同的节目现场 那在现场的是我们滋滋线上厅的 资商心理师许浩宜 许浩宜 许浩老师 许浩老师刚刚跟我们聊了蛮多的 那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回应的都非常热烈 而且我们的谢文献 献哥 现在也在我们直播的留言去留言 说两位红滋滋的美女早安 对我们今天都红滋滋 我们很早就开始有过年的 酝酿过年的气氛了 对刚刚前面讲到包红包 真的是一个学问 那我们刚刚APP上面的听众朋友也说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年有哪些困扰吗 对 我们有有这个听众留言说 要赔长辈打牌是一件困扰 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困扰是说 要故意放水 输他还是赢他 对 那要不要赢什么钱 其实我觉得过年很多的困扰 确实都跟钱有关 真的 包红包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包给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有小孩 那包给这个亲戚的小孩要包多少 是不是有供定价 那我们家是就是会讲供定价 然后小孩长大之后就发现 供定价是 就比如说 我包给亲戚的小孩多少 他们也包多少 是这样子吗 对 就讲好 就比如说大家都包1,200 你包1,200 我也包1,200 不可以多包吗 对 可是有的时候会有一家 比如说一家只有一个小孩 那我们家有两个小孩 那如果我们讲好的是 一包供定价 1,200 那他是不是就亏了 对 因为他1,200 那我们家两个小孩 那生七个的就超赚了 对 所以就不能这样 那小孩生越多越赚 那我们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就会讲 比如说假设是1,200的话 那我就会说 那你包给我小孩两个 你就各包600就好了 那就不要让你亏到 那小孩小的时候都不懂嘛 等到我女儿开始 比较大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 就说明明红包是我的红包 你们为什么可以去跟人家讲说 不要包那么多给我 我就说 其实你的红包 是我包给你的好吗 对 因为我要还人家 好 所以包红包也是一门学问 对 不过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其实红包 它有一种 比较深的一个概念 是它很容易碰到 我们心里面的阴影 怎么说 之前我们有情绪阴影的56个嘛 那其中有一个阴影就叫富翁 富翁的阴影 其实就跟钱有关 那也就是说 我其实觉得过年 为什么会导致很多人的痛苦 一方面是我们回到老家以后 要面临很多亲戚朋友的问候 那大部分的人问候不外乎是说 你现在在哪里干嘛 你在哪里高就 然后有没有升官 然后或者是长辈之间 可能就问说 那你儿子今年包多少钱 那如果说看到你们 你单身 他就问你什么时候 要交另一半 那交了另一半 他就问你什么时候 要生小孩 对 然后生 怀孕的时候 他就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好烦哦 然后小孩生出来 就问你现在几岁 跟过几年级了 所以每年你都要遭受这些的询问 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年 他对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同时间也在自我检视 我去年过得好不好 那我的人生到现在 我有没有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 那这可能是平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很忙嘛 压力很大 谁每天一天到晚在想这个啊 想这个就不用工作啦 对 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 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尤其今年其实有 前后加起来有九天 九天你如果放空 然后不断的被人家问这些东西 其实你是会不断的 回到内心去做自我检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不管是人家问什么 然后过得多痛苦 分工 其实都是在自我检视 我今年过得好不好 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 我也觉得这是过年的时候 其实最需要挑战 以及沉淀的一个问题 说真的 这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比较 对不对 就是说不管是问你的工作怎么样 你赚多少钱 你的小孩现在念哪里 今年要学策了 考上哪个学校 对 或者是小孩 生的是男的是女的 我觉得这所有都是比较 因为当有很多人 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这种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 就是回老家过年 会觉得最难去 让自己释怀的一件事 本来一年到头大家这个四散在各地 那能够有一个时间聚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却因为这些情绪的关系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 每一次都觉得不太开心 对 所以你刚讲到这个情绪阴影 我有点兴趣 所谓的情绪阴影到底是什么 你说有56种吗 对 我那个时候探讨的是说 因为阴影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学 比较早的名词嘛 它在讲的 很多人听会觉得很可怕 那个很黑怎么办 可是为什么人会怕黑 是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 那里面是什么 所以其实阴影就是 我自己没有发现的东西 所以当别人在问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问说 你过得好不好 其实人家有的真的是真心关心 可是我听了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要来打探我什么 我自己私人的消息 对 比如他真的关心你 他可能真的关心你 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是真的关心你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 你是在赐我吗 你是想要 你想要知道什么 你要拿我跟你儿子做比较吗 是不是这样 我讲一句白话的 就是做人家父母的 凭什么没有权利 问小孩什么时候要结婚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 我今天就觉得我妈 她就是那种会讲话 就是她就是会这样讲话 我就不会被她触动 那我可能 我自己没有打算要结婚 我就会抬起头来告诉她说 我这辈子 没有打算要结婚的可能 我就能够去跟她对话 可是如果我自己心里面 我就觉得 比如说小时候就觉得 妈妈是个很烦的人 然后她就是觉得 我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当她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 我就会觉得很刺痛 所以我一直觉得 其实有很多的情绪 是因为我们心里面 有某一些东西 它视线就存在 所以透过过年 这么多人的这种相处 那些东西就被引发出来 这个是阴影啦 你其实因为你是 资商心理师嘛 那你之前其实也有 透过研究文字出版 然后有很多看到一些现象 跟情绪 就是主要是情绪 对大家所带来的影响 那我相信你也有很多 就是实际的一些案例 那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没有这种 类似 就是在这种过年 大团圆的场合 就整个情绪 就一发不可收拾 爆发出来 你如果过年后 其实离婚率是蛮高的 还好我跟我老公 在公园吵完架之后 我们还是非常甜蜜的 牵手回去 而且还讨着明年要做什么 对明年吃什么 明年吃不好没关系 我们后年再改 这是一种互相 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啦 但是真的吗 过完年之后 离婚率特别高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 很多的夫妻也很少 我之前听有一些夫妻 现代的夫妻 有的半年都不讲话 过完年之后吗 没有就平常日 平常就半年都不讲话 因为太忙了 你也忙你的 我也忙我的 那如果在中间 加上一个小孩 那有人早上带小孩 有人下午带小孩 其实现在的夫妻 交集的时间并不多 然后所以过年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 因为他们很少 朝夕相处这么久 你没有发现吗 对想到就流汗了 要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我们到底该讲什么好呢 对 然后你如果平常没有 就是有一些感情 继续的一些经营 其实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慌 而且还包括 其实有一些外商 会回来过年 那个真的是大半年 都没有见面 结果突然老婆平常 可能老公不在的时候 还蛮想他的 可是等他真的要回来 又觉得很麻烦 对 所以过年其实 他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在这种情绪上面 我觉得 老师刚讲到一个 非常好的 因为其实 不管你听到什么东西 会触发你一些不愉快 其实最大的 还是自己心里面 那块情绪阴影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情绪阴影 应该还是要靠自己去 对 去度过才对 对 我后来在思考 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 从自己身上找答案的 比方说 如果我回去以后 我面对很多人 就是包文包 我就觉得 我自己包的好像比较少 或者是别人问候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问话 我好像都没有达成 那可能最大的原因 不是别人他打探我 而是我对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过年 其实也开始有一些 辅助的工具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书 都在讲什么笔记本啊 你可以有新年规划的笔记本 我觉得过年 其实是蛮好沉淀自己 然后去想一个 未来有什么事情 我很有动力 很想去做 我觉得这是过年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 像我今年就有想说 明年要来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 有 而且我一直觉得 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 其实大家都有提到 就是新年要订定 一个新的计划 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真的有用 因为我去年的过年的时候 我就是写了十项 我是新年 就是1月1号那一天 我就写下了 我今年想要达成的 十项事情 而且我是写的比较具体 其实我觉得写的越具体 你就越容易达成 比如说我会写说 我希望我在今年三月前 因为我之前可能 安胎很久 所以我的肌耐力是很低的 我的肌肉都流失 那我去年就说 我要想办法把我的 就是肌耐力找回来 把肌肉练回来 所以我希望呢 我要从1月开始 我就要每个礼拜 至少运动一次 然后到几月 受运动两次 然后希望到几月的时候 我的体脂率 可以下降到多少 那就代表我的肌肉 有成长 我就真的都提前达到 因为你写的很清楚嘛 对 那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越来越好 我觉得在定目标上 大家就是可能会发现说 刚刚主持人讲的目标方向 不是跟工作有关的 因为很多人在定 新年目标的时候 会想说 我明年要做到业绩多少 然后我明年要升迁到多少 可是其实这些目标 会让人很不开心 因为其实你是在 给自己设一个 有那个 很像是在爬 我从第几名爬到第几名的 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新年愿望 如果是放在自己身上 比方说 我看到我 像我自己也有定 最近也是要瘦身 已经瘦了不是吗 瘦两公斤 还有很多要加油 因为我前阵子 我之前有一年 就是瘦了14公斤 你为什么可以 这样子收放自如 我以前有一个概念 我就觉得说 其实因为过年容易胖 所以大家要听一下 我觉得其实体重 跟心理的负担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的内心 如果有很多东西 你自己没有办法卡住 没有办法清 有很多情节的话 其实它会影响你的体型 所以你内在没有清干净 你外在 你怎么减都减不下来 所以以前我试过很多减肥方法 但是我发现都没有办法成功 把体重降下来 唯独回到我自己的内心 去看我自己内心有什么情节 我还没有处理以后 我就突然就瘦了14公斤 可是以前大家都不说心宽体胖吗 你心一宽你就胖了 我不同意这句话 真的 老实际要推翻心宽体胖这句话 我不太同意 但是因为去年又太忙 而且心里也有很多 又开始有一些比较压力的东西 没有去处理 所以又胖了一半回来 所以今年我又开始整理 又打算又赶快再把它剪下去 对 这跟我们的心情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你看我们在app上面 就有一个朋友留言 我刚看这个留言看了好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他说什么 他说他跟他的小婶各有两个小孩 之前包红包都是公定价 但最近两年他自动降价了 我还是维持公定价 但现在第三年了 我该不该降价呢 而且他说因为对方的经济比我们好 但所以我又怕 万一我今年自动降价 然后今年他又突然回复公定价 起不过就不是变成就是我们不好意思了 这样 真的你看就这么一个小事都会让你纠结 对不对 我看到之后我也觉得好纠结 你觉得他要不要 他已经亏了两年了 第三年他要不要降价 这事情会困扰他 所以他才会写出来 对对 对那种怎么办呢 对我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像刚刚这个就是对方降价 但是我到底要不要降价这个问题 其实他考验的不是钱的问题吗 他考验的是我跟小沈的关系的问题 对 对我怎么看这个人 比方说我如果降价 然后他包很多 他怎么看我 对 然后跟如果我 他降价 然后我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 我们俩的关系会怎么样 所以他其实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是关系的问题 那最近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的答案都是 我觉得其实过年面对这么多的人际关系 我们要有一些衡量 第一我要去想想看 这个小沈 我有没有想要跟他建立比较亲的关系 如果比较亲的关系的话 那我会有新的考量 可是有的亲戚就是亲戚 我说实在过年见到他 我平常也不会见到他 所以我就会问我自己心里面 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这样讲 你会这样是不是 你会跟着讲 如果他不是就是我非常care 要去建立关系的人 我就会问我自己想包多少 那我感觉到的是 这个朋友他在提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想要降价了 他想啊 所以他只是想要我们出一只脚 去踢他说 你就降价吧 好你就降价吧 我们都挺你好不好 我们挺你 听心里的声音就好了 如果 如果啦 你不是有问说 万一你今年第三年了 因为你前面都包一样的价钱 然后第三年 假设今年你降价 然后你又担心 那他万一恢复公定价 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 前两年你包的比他多呀 你还可以降两年 他现在等于是 对 你明年还可以继续降价 我们这样子好吗 但我觉得 其实是要让自己心里面舒坦 搞不好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当事人心里的声音 对 我觉得不会 你不用觉得说 是不是变成我又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前两年 你是包的还比他多的 你要这样想你就不会 我觉得 这个是你要怎么样去 找到一个 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 知道自己 其实真心想做的是什么 可是问题就在于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去听 我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我可能怕我做了 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以后 别人会怎么看我 可是我觉得年纪越大 不管现在在收听的是几岁 过了一年就是又爬了一岁 年纪越大 我觉得这种关系的包袱 就是可以逐渐放下的 你看大家都喊降价 对啊 大家都喊降价加一 一群人挺你这样子 对一群人挺你 就是我们APP上的朋友 我们在脸书上有好多的人都留言 降价加价一 所以你就去降吧 不要担心 对我们挺你 刚刚讲到这个情绪阴影的部分 56道的情绪阴影 我们可以怎么运用 是不是您之前其实是有做一个图卡的东西 对有一本书 我去年就是有一本情绪阴影的书 一本情绪寄生的书 就是拖搭的符还蛮受欢迎的 还有一套情绪阴影的图卡 那因为阴影其实是比较复杂 比较难理解的概念 所以光就有文字 其实很难去 真的很清楚的去透彻到 那我怎么运用这个 所以才跟滋滋献上厅合作 对所以其实 大家前几天 现文献献哥来 那我们就介绍 他是滋滋献上厅的职场总教练 那其实雪浩宜老师 他其实现在滋滋献上厅 也有一些音频的课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我刚刚就在想 那我是什么总教练 你是什么总教练 你是 你很重要 不要不要疯好了 外星人总教练 能够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的总教练 那所以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什么运用 怎么听 透过音频来学习 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 跟我说的很有趣 他说他现在如果遇到什么困扰 他就会去翻一下 他是哪一道阴影发作 真的吗 是看这个图卡吗 还是书 因为他其实56到其实非常多 所以你如果 有的时候你看 你大概懂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我觉得人要有更多的觉察力 比方说 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回去 我看到我的亲戚过得很好 那他今天 今年过年的时候 他换了一台非常好的跑车 那我就突然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我就转头看 我那台车已经 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可以去翻一翻 你就会发现 里面就有描述这种的阴影 所以其实阴影的概念 越理解以后 你就越懂得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我对我现在的心态不满足了 那我的状态是什么 这样 对所以那尤其是像音频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对大家来说 现在是蛮实用的 因为他其实你们 每一道阴影都讲了 大概将近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所以就是有五十六个课 就应该说这套课 像是六级的意思吗 对五十六级 比如说有阴影有什么父亲阴影 母亲阴影 过年回去也是会触碰到这些 你就觉得我妈怎么会不像个妈 所以我们就有一道阴影在讨论 那母亲的角色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不自觉会对他有一些期待 那为什么我们跟母亲讲话常常 其实过年回去有时候蛮常斗嘴的 那他讲三秒钟就可以刺到当事人的心 妈妈跟爸爸妈妈是很厉害的生物 平常人不容易伤到你 你可能已经金刚护体 可是听爸妈讲话 你大概两句你就会吐血 对 我不能做什么评论 因为我妈都有在听这个节目 我不敢讲话 绝对不是小妈妈 绝对不是我妈妈 绝对不是小妈妈 对所以这五十六道音译 有母亲 有父亲 然后有 有啊 有那个男 女皇 女皇 皇帝 皇帝 就是考验我们刚刚讲的 过年的男女的性别的差异嘛 然后有公主 有公主 有王子 有王子 有神 有女神 公主是指公主病的 公主 有的时候 比如说像有些朋友 他说他非常讨厌粉红色 这也是公主阴影 哦真的吗 对 我们本来 你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人 他都穿粉红色 才有公主阴影 不是 有时候我们排挙 某一些很像女生的 也可能是公主阴影 那王子阴影是什么 王子阴影是 有一些小男生 比如说我们 像我们当妈妈的就知道 就是有时候男生 你就会期待他长得 像某一个样子 那他如果有的时候 偏离那个样子 我们就会忍不住 要去指正他 比如说叫男生不能哭 然后要阳光 它是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底下 一些集体的一些东西 哇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些 其实就是角色的问题 角色的问题 我觉得一个人可能同时有 五十六道阴影 他可能有四十六道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五十六道 每个人都有五十六道 对 那只是你有没有出来而已 因为你看 光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这些角色 其实我们每个人平常同时 我可能是别人的父亲 对 或别人的母亲 也是别人的妻子或先生 那也是别人的爸爸或妈妈 或别人的部署或别人的长官 然后自己心里面 其实又可能有 好多个不同的自己 对 所以这些其实真的 五十六道阴影可能都有 对 对 所以听起来 还有什么复仇者啊 对 我听起来好可怕 对 这样子 等一下 我们这样子去听完之后 了解完之后 真的对我们会有帮助吗 超疗愈的 真的会疗愈吗 听说超疗愈的 会不会反而变得更黑暗这样 我觉得人就是因为 不懂黑暗里面是什么 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很可怕 比如说我们都讨厌 自己很嫉妒 我如果看到同事升迁 今年升迁 为什么没有升到我 我就会觉得我很气他 可是他其实本来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突然不知道 怎么跟他说话了 就有伴影影 然后还有伙伴影影 所以很多 很多 真的很多 你理解了自己的心情以后 你大概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 现实当中发生什么事 哇 所以五十六道阴影 听用朋友你有几道呢 很多道 如果想要化解一下 心里面的阴影 或者想要了解 因为真的啦 了解自己的情绪 才是对抗一些负面情绪 最好的方法啦 我自己一直这样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 我好正面喔 那是因为很多 不是没有情绪 你真的感觉很正面 我很正面啦 我是公认的那个 应该是有做一些 自我的理解以后 才会真的散发出 这么阳光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要处理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要经常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部分 我是要求自己比较多的人 但是我所要学的最大的课题 其实是怎么放过自己 因为我要求自己太多 我什么都要求自己是完美的 所以我的泪 有时候是来自于这样 那当然就像你刚刚说 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方式去调整 但重点就是 你要愿意去碰触那些东西 没错 所以资资线上听 老师现在资资线上听 有就是56到1的这课 对 所以大家如果听不够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去资资线上听 因为很方便 反正就是每一课 每一次就是有讲一个 固定的一个题目 那随时都可以听 那你在哪里都可以听 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资资线上听 许浩宜老师 看一下自己的情绪 简示一下 其实一年的最后 总是希望我们可以 把一些不好的情绪打包 新的一年能够重新开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才不会胖 才不会胖 心宽体瘦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 改变这句话 对 今天非常谢谢浩宜 来到现场 谢谢大家 拜拜